飯店清潔人員推開房門驚呆了 牆壁不知道被潑灑 什麼湯電視被砸破 廁所 玻璃瓷磚也破裂 最扯的是地毯 地上全部都是 他吃的便當的那個飯菜 地上一堆吃剩便當和廚餘 燕灰還有衛生紙 就像廢墟垃圾廠一樣 同時在兩個飯店 然後開了房間 高雄飯店業者在群組提醒 有雜房怪客 名字也很特殊 五個字 最後兩個字叫做佛祖 你真的沒有聽錯 一查發現他短短兩個禮拜 就有七間飯店被砸 損失超過三十萬元 你剛回來 我看你雙方間出來的 警方貨報在一間飯店前 把人攔下 而雜房怪客佛祖 自稱因為跟女優吵架 才會砸定泄憤 之前還因為持有毒品被逮捕 要包什麼東西 沒有 沒有東西 沿城去一間飯店前 警方發現他丟下一包毒品 當場人贓俱貨 幾天後竟然就開始狂砸飯店 但有業者私下抱怨 警方要他們低調處理就好 不然會影響年底烤雞 讓業者擔心被秋後算帳 只能默默吞下去 飯店業者房間被破壞 維修已經來不及 恐怕將衝擊跨年商機 損失殘重 記者金獻中王書宏高雄報導